他會覺得做食物好、耐填好、耐時間 我有時吃Pizza是連皮都是自己搓 就是在那裡拋 F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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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食物很難吃 你就傳你的食物上來 我們給觀眾看看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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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XX 大家好 今天我們知道我們上上集 那集是林明禎女上司的子弟戀 大家看完之後 都很大回響 不斷討論 都說有要求我們 要追蹤豪仔的狀況 我們的確是有追蹤的 豪仔也轉達了女上司的一些說話 Dixon你讀出來 他就發了一個訊息 告訴我們狀況是怎樣 他說 沒有啦 攤了牌 但事實上真的有很多人在追蹤他 我只是他其中一隻兵 是我白癡了 認真了 By the way 我打算在公司工作 一年就會辭職 我已經不想再見到他 一個很傷心的 結局 發財 是的 但其實我覺得 即使女上司可能是這樣說 我覺得都不能盡信 因為可能其實女上司都是 不想張豪仔 令他決絕點離開這段 而且有可能因為他之前受到傷 而當你無緣無故想挽回的時候 我不給你 是的 因為我不想你再來多一次 我知道你真的介意 那寧願決絕一點 其實答案是告訴你 他們這段關係是走不下去 其實有時候沒有辦法 愛情就是時間不對 這個Exactly就是時間不對 其實不要只想的結果 我的經歷是美麗 浪漫的 豪仔就當人生中有一個這麼浪漫的經歷 上一步 即是不容易 不是故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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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豪仔快點振作起來 繼續下一段內情 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案子是什麼 今天的女事主 打上來就說 她男朋友不想她繼續煮食 咦? 男朋友不想她繼續煮食 煮食也不可以? 好 那我們先聽聽為什麼 好Amy 你好 你好 你的案子我聽是 你男朋友不喜歡你煮食 是嗎? 是 為什麼呢? 是啊 我現在跟我男朋友 拍了兩年多 其實我都跟她一起住 基本上很多東西都沒有合大 生活上是沒有問題的 嗯 但是為了我一直都覺得她不太尊重我 我喜歡煮食 是吃東西靈要求那些人 一餐餐可以吃露蜜 下記那些快靚靚 甜飽那一套就OK的 嗯 但是我就看一些很喜歡煮食 很喜歡研究不同的新食店 和吃甜品的人 但我有好奇 我想問一下 你煮的最複雜的東西是怎樣 我有時可能會自己吃 雞蛋 可能是連皮都是自己猜 等等 先在那邊拋 在那邊拋 然後在家裡就有意大利的烘烘 然後就把那隻 然後拿出來 那隻 那些是烤爐的 那些烤爐的 那些都是碟子的 那些材料是什麼 那些材料很誇張的 即是不是上乘的食材 一乘的都是芝士 然後海鮮 都可以 其實都是很合理 先下不下菠蘿 為什麼? 我關什麼事 沒有 我真的尊重食材 真的會吃 那很合理而已 沒什麼特別 我以為 你說那隻很複雜 很喜歡煮食的那隻 是感受多美魚 真的受了輻射 即是猴子佬 哇 滿汗全隻 是紅掌的 不是那些 即是要吃三天才能夠做的 沒有 可能是普通家常便飯 很合理 那我想問 你平時煮給男朋友吃的 都是普通菜 不是要煮到很貴 是啊 我買最便宜的 而且我買菜都是用自己的錢 哇 很好啊 你男朋友是否入世未深 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問 那你煮過一件事 你很花心機 但他覺得很不喜歡的是什麼 那時候拍我煮 我買肉粒飯 但他不知為何不喜歡吃 那我想問他叫外賣 會不會叫鬆味樂粒飯 還是純粹不喜歡你煮 因為他說他都會叫外賣 那都是茶記的東西 我想少叫的 但我不明白 他也是喜歡吃肉 肉粒也是肉 如果不喜歡吃 他會怎樣表達他的不滿 他又不喜歡吃 但他可能吃少一點 或者不會吃光 他會不會有發脾氣 或者給你一點面色 或者給你一點說話 你聽 翻桌會不會 他會說浪費錢 因為有時候我煮完的食物 可能他未必喜歡吃 例如我煮甜品 可能有時候我會送給其他人吃 或者我跟其他人去交換些甜品 然後有一陣子 可能我經常會做這些東西 他會不開心 他會生氣 他會覺得我用了錢去煮食 我跟其他人吵架的時候 他會拿出來 沾醒 嘩 這麼好笑 即是說廁所板就不沾 你自己就煮甜品了 即是這樣 女性羹 加上他又會說這件事 好了我要問一個重心問題 你煮食是不是很難吃 是不是很難吃 他不滿意有兩個原因 要是你煮食很難吃 要是你煮完九大鬼之後去洗碗 是不是這樣 他自願性洗碗 我有幫忙 但很多時候都是他會買的 那又沒問題 即是你煮食很難吃 因為基本上現在三餐都是我煮給他 第二天飯盒我都是煮給他 然後我平時都會做些甜品 給我的同事 或者他們經常都叫我煮給他們吃 所以我們問了這麼多 其實Amy應該是沒有東西的 是 驗證了Amy是沒有東西的 問題是他男朋友 應該是你男朋友 不尊重你這個興趣 那我會問 你除了這個攀音興趣之外 你有沒有其他興趣 其實他也不太尊重 就是沒有 他很疼我 有時候他都會送禮物給我 其他東西完全沒有問題 但為了吃飯 食方面可能有時候我送些東西 食物給他 但他會自從接過 但我可能說了其他東西 他也不回覆我 那你覺得是甚麼意思 我會問他 為何我剛才發的食物給他 你不回覆我 然後他說 很忙 的確他對食物沒有興趣 你送些大幫會給他 立即 立即 或者是Amy從頭到尾沒有跟男朋友說過 煮食是他的超級興趣 和可以解壓的一件事 你有沒有跟他說 我有 其實這件事已經說過好幾次了 然後他好像明白又不明白 那我問 你男朋友有沒有甚麼興趣 有啊 他喜歡踢球 踩單車 那他有沒有買一些 拐櫃 你買單車 單簽的單車 會啊 就是啊 然後他會分享給我看 然後我都會說 多漂亮、多好 甚至我前兩年 單日禮物 我送了一對球給他 所以你有沒有想法說服他 例如你喜歡踢球 我給你踢球 買球給你 支持你 那為何我煮食你 你不支持我 你會跟他反擊這件事 有啊 但他就說 我不是支持你 但我沒有甚麼起錯 就是當你想跟他分享這個興趣的時候 他就漠視了 但他又未去到 你不准這樣做 你不准這樣做 其實有沒有說不准我這樣做 但我知道他可能真的不懂這件事 或者沒有興趣 但我還是可能想他吃完之後 說一點點 好不好味 或者覺得怎樣 就是一兩句都好 因為完全沒事 或者吃完就完全不吃 Amy 的感受我大概理解了 因為那個男人 現在他煮了一天三餐給他 他就好像當媽媽煮飯 媽媽煮飯是怎樣 就算他多好吃 或者今天餵菜多好 你吃完之後 你還是這樣進入房 你不會說多謝 不會跪在那裡 媽媽多謝你 阿里吉他多謝 但現在Amy 其實心裏都覺得 我這麼辛苦 在廚房裏 又煮糖水 又煮甚麼給你吃 我煮完給你吃 你連說他好吃 你都沒有 然後你好像很沒興趣地走開了 所以我不高興 不喜歡 是不是 是 是 是啊 其實Amy這樣提出 我忽然覺得他很合理 因為我們其實有時候都沒有了感恩的習慣 譬如很簡單 可能這個跟我們經常出去吃餐廳有關 就算你吃到那個味道多正也好 給錢就可以了 你不會進去多謝廚師 還有譬如家人煮飯給你 你也是不會多謝人 因為真的會多謝廚師 要是外國就會 叫他廚師出來 跟他爹兩句 How's the meal? Alessa man Truly extraordinary 即是Omakase 在廚師在你面前 然後就這樣多謝他 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 Yorokonde 我們香港人是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其實這個習慣是應該要有的 因為可能Amy當作是送禮物送給男朋友 Amy你覺得是不是這個情況 那行了 我覺得這些是因為你男朋友不懂得感恩 多數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激象 就是你將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這次特意給男朋友吃 有他們讚你 對呀 還要跟他講一下男朋友 好好味 這樣 很誇張 然後他知道了 然後他就覺得 原來其他男朋友會欣賞 我不懂得欣賞 會不會你喜歡了另一個男朋友呢 然後他就會開始珍惜你 或者借一些耳 最近是一個好機會 可能你中了Omicron 不然你浪費 不然你扮費 不然你叫他煮個白粥給你 要他親身體驗下 其實煮東西吃是多難 有多難 真的這兩個方法 你要令他懂得感恩 我覺得一是Amy 可能你要調整你的心態 其實跟現在的人一樣 我鋪上他的IG 當然是騙Like 現在Amy就是騙不到Like 沒有人Like 就是有點不開心 其實你要知道 攀任是你的興趣 目的是你很Enjoy的過程 好像你說減壓 其實他喜歡不喜歡吃 不是你的目的 其實你應該為自己而做 因為你為他而做 他一不喜歡 你就覺得失敗就崩潰了 我覺得你要為自己 很老套 你疼自己的人 很老套 我說完都 哩哩哩哩 但這就是一個例子 你要為自己做 要平衡 那個關係要平衡 你不能做完他喜歡的事 但你自己的事 你就想放棄 他不喜歡 我想到一個方法 令到Amy 對自己攀任信心 還有存在價值 Amy 待會完結之後 你就傳你的食物上來 我們給觀眾看 大家大力去讚他的東西 我先問清楚 是不是好像那些 蒸蛋上面有幾條魚 差不多的那些 不養衰的 那些是你 不養衰的 多數都不養衰 OK 你發多少出來 我們叫我們的男觀眾 大力去讚 不斷說好美 好美 好想喜歡你 再叫他在你們樓下排隊 真的這樣 首先你又有自信 你男朋友又開始緊張 那就解決了 真的好 搞定 好 一如這樣 OK 感謝你 Thank you 快點聲音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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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搞錯 這個最厲害 這個吊花 這個吊花真是 世界級 即是雕損手 對 我覺得真的不行 他男朋友 怎樣說一句都好 真的可以拿出來買 因為未看照片之前 我還覺得 粟米肉粒 是不是整條粟米 還有手指尾的肉粒 粟米心都在 原來不是 真的厲害 真的很漂亮 這盒勁到 我覺得是不是 大廚界 所以我理解到 Amy 很生氣 因為她真的很悲心 其實任何人都好 其實應該要尊重別人的興趣 你知道興趣的東西 一定是要花很多時間和心力 才會弄成這樣 同時 我們想要別人尊重我們喜歡的興趣之餘 我們都要知道 其實對方未必真的那麼喜歡 對 拿一個平衡 不要不停不停發聲 所以你自己享受這件事 就可以了 唉 我簡直想叫Amy 送蛋糕給我們 我們幫她解決問題 是不是 不是不送過這個雕花給我們 最多我們在樓下又留言 說很好吃 不是 我們還要付錢 是 我讚他好吃 不是 我說他很雕 今天這個案子不錯 因為他很生活化 就是有一種 人人都會面對這個事情的感覺 而且因為常常 我們的案子太誇張 人們說是假的 怎麼作的 神經病 這麼生活說怎麼作 所以當然不會是假的 所以大家記住交你的問題 大問題也可以 小問題也可以 好 拜拜 字幕提供 MASTERBATEME MASKAPATION